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站在中国来说 每逢四月初八 就是释迦世尊放生的纪念日 今年是2564周年的纪念 佛联会一早订了红磡体育馆 来到希望举行欲佛的仪式 令到四众弟子都可以聚集一堂 来到洗脱业究 希望增长善根 但是今年一月开始 香港就爆发了新冠疫情 转眼之间传到世界各地 所以香港特区政府就颁下禁聚令 即是只可以四人以下进会 如果四人以上 就是已经不可以了 所以佛教会唯有取消了这个日子 希望化整为例 在家居时能够安坐家中 学习释迦佛的言行以及德行 那是没有立会的 西家佛之所以出世 目的是指示出众生平等 人人皆有佛性 有佛性者可以食佛 佛经也有说佛一大是恩怨而出现于世 大是恩怨就是欲令众生开佛之见 误入佛之之见而出现于世 故事我们身为佛弟子 我们应当千万不要辜负释迦佛出世的本怀 要好好学习佛堂的言行及德行 希望大众来到互相帮助 互相包容 给此间围到关怀或爱护 希望能够促进这个社会和谐 实现人间的佛教 今天恩怨释迦世尊放生的纪念日 本人在此祝福大家 佛丹吉祥人人康罗多美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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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